客到了客到了 营销号甜度直接爆表了好吗 首先是活动第一天 葡萄和温迪来邀请萧参加试会 非得那么多口舌也没用 萧直接拒绝 但当营邀请他 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起来玩吧 萧宝虽然委屈 但还是答应会考虑 这就是我虽然有自己的原则 但你永远是我唯一的例外吗 啊他俩怎么撞了你啊 萧怎么能这么宠他 哪些 其次明明是萧提议要去上游放出夜 但到了的时候 他就跟爷说小话 那三个都放完了 他俩还没聊完 海盗间就你俩出去说小话 不带派忙 这会直接在大家面前说小话话 就跟眼前有个屏障 看到其他人似的 旁肉无人的沉浸在他俩的世界 所以老米 我刻的CP果然是真的对吧 最后是最让我上头的瞬间 他在看他 他也在看他 他虽身处人群 却眼里心里满是他 连对着对子都隐含对他的心疼 美梦非梦 长安复生梦 虽然在旁人看来是另一种说法 但当事人懂了呀 这就是萧莹的默契吧 而且小雅伯爷终于说话了呀 这是对对的吗 不 这是爷给萧的情诗啊 你明隔着这么远 两人的视线就重合了 这就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吗 真太上头了